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立影视推出《天语杀鸡》 为以天语为名的布袋器系列 后由黄文耀自行成立大天语传播制作 录制天语系列部戏在台湾发行 仅发售二十集便宣布暂停 2014年黄文耀宣布退休后便再没有发过片了 虽然黄文耀不是被黄俊雄一手拉扯大的 但听到自己亲生儿子去世消息的黄俊雄仍旧是悲痛万分 然而就当黄俊雄还沉浸在丧子之痛时 上天又给了他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黄文耀的胞弟也就是黄俊雄的第二个儿子黄文泽 在2022年6月过世 江瘦67岁 左右布袋戏迷感到惋惜 纷纷感叹 布袋戏界又一个巨星陨落 南部多个布袋戏团在纷纷听闻黄文泽过世的消息时 无不难受 大家不舍一代大师的离去 更替他感到惋惜 因为由黄文泽配音的霹雳系列电影《肃欢珍》 一举入为2022年台北电影节四大奖 其中黄文泽入围杰出技术 将于同年7月9日揭晓得将者 黄文泽的叔叔前立委黄峰时 也在接受中央设计者的电访时证时 黄文泽因病过世 享受67岁 但细节尚不清楚 黄文泽为人间国宝黄俊雄的儿子 与已过世的黄文耀是双胞胎 之后黄文耀过继给黄俊雄的哥哥 黄文泽和黄文耀二人在布袋戏界各自发展 黄文泽与大哥黄强华创立霹雳国际多媒体 从电视到电影以不同方式传承布袋戏 代表作有霹雳系列和多部电影 致力于将传统布袋戏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 黄文泽还拥有30年配音资历 诠释了超过3000多名角色 2021年11月 黄文泽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 为了电影速还真配音 他耗时10个月配音 更忘情工作 投入三天三夜没睡觉 只为重现经典 黄文耀在2022年2月因病过世后 黄文泽也紧接着过世了 黄俊雄接连遭受两个儿子过世的沉重打击 悲痛不已 古宝吉大师黄俊雄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 一手创立的布袋戏云州大如霞 风际一时 影响现代至今 而他被媒体爆料 年轻时当红才子的形象 被大批女粉丝欣赏主动追求示爱 据相关媒体报道 黄俊雄继承父亲黄海戴布袋戏团努力推广 1970年在电视演出布袋戏云州大如霞 曾创下97%禁忍收视率 被不少歌手女粉丝发戒讨好 遭有人爆料 大师就很像阿迪斯拉 而他当时桃花多 传出跟自家饭店的柜台小姐有暧昧 让老婆妻卿忍无可忍 经过多次分合后 二人最终选择秘密协议离婚 离婚后黄俊雄决定不曝光此事 拜托前妻暂时不要搬走 继续同住三年后 前妻才回台北定居 中间彼此有联络 但几乎没有同台 而2006年跟小儿子黄丽刚推出 《史研文天地》系列 前妻为了儿子事业愿意同台宣传 但也没向外界解释往事 对于满离婚一事 她到结稿前都仍未回忆 前妻则是相当惊讶 默认表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而黄俊雄婚姻里的奇葩事 可不止这一件 黄俊雄家族可以作为 八卦坛子的素材太多了 据悉黄俊雄有两任妻子 她与第一任妻子陈美霞 生下三子 王强华 黄文泽 黄文耀 其后婚外情离婚 陈美霞于1981年车祸过世 1974年 黄俊雄与唱红了 粉红色的腰带 胡海女神龙的西青结婚 两人婚后生下两子 黄凤仪以及黄丽刚 其后便发生了上述秘密离婚一事 在那之后 黄俊雄与前妻的长子黄强华 娶了激情的妹妹北京 谈到长子黄强华 黄俊雄老先生的语气 将在谈一位萧雄 TD的董事长黄强华 他的野心勃勃很不错 他想创造一个乐园 像迪斯尼 那是他的期望 至于什么时候实现 到现在还不知道 至于黄强华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跟父亲有点疏离 有了这个答案 记者连忙追问黄俊雄老先生 询问他 黄强华的个性是否像他吗 黄俊雄老先生停顿了片刻 看来谈烟灰 把话题转回自己身上 语气变低沉 话也说得很慢 我顽固是对布袋戏 这部分而已 不是生活上的顽固 可在说这句话时 老先生墨镜下的眼神 似乎很是伤心 还有记者曾经问过黄俊雄 黄强华娶西庆的妹妹北京 你有反对吗 黄俊雄说 当然反对呀 称呼会混乱 那时候他们二人的默契申请到什么程度 我们哪会知 我们不是先决 不是先 所以会反对 那时一家人同住胡伟 他带儿子到街上 绕着圆环盆水池 沿路劝说 我说文章 黄江华本 明皇文章 你跟北京 是不是进一步考虑看看 你人才不错 北京也不错 是不是个本前程 但他都没应我半生 回去后 我媳妇北京 他知道 我晚上找儿子单独谈 可能因为反对他们结婚 所以哭 你知道我儿子多好 他说 你哭什么 又不是爸要去 这是我的事情 我彻底支持你 我用生命支持你 二人在二楼说话 黄俊雄刚好要上楼 就在楼梯间听见了这一幕 他不知道这些话 我有听到 我感到孩子很有原则 那就让他们二人去结了 据悉 当时黄俊雄与陈美霞二人 因制作戏偶服装 结实相恋 生下三兄弟 当时黄家生活仍苦 黄俊雄翻眼不待戏不稳定 也一度因政治情势被禁言 于是黄江华童年时 寄养于台南外公家 直到高中毕业 直到父亲后来 凭着史燕文 轰动武林 惊动万教 有钱有名后 却成了风流黑狗兄 结果却与母亲离婚 娶了唱红胡海女神龙的歌姬西亲 面对黄俊雄再婚的问题 黄青华表示 一开始我很不能谅解 但是我们抱着开放的角度 既然大家都生活得很不快乐 你为什么不让他有自己的空间 他为母亲的辛苦难过 但他无意批判父亲 作为晚辈的 也不应该去跟自己的长辈计较这些事情 已经过这么久了 只是当下我就是很讨厌 很生气 他没说出口的 是父亲娶了西亲后 他也不过众人反对 娶了西亲的妹妹北亲 对他的母亲来说 等于丈夫儿子都被一对姐妹花抢走 其中的爱恨纠葛 令人难以想象 如果说他们没有离婚 还在一起 那故事的发展又会是怎么样 是更好吗 还是更不好 黄青华喃喃自问 但已无法得知答案 我母亲颈椎断掉 走得很快 没有任何痛苦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 那你会怎么跟孩子们谈自己的父母 我会说 他们的祖父祖母是很棒的人 不管是在专业领域上面 还是持家上面 聊到这边 黄青华更是激动地哽咽 黄俊雄出身云林县胡伟镇 是布袋戏操偶艺师黄海戴的次子 14岁起 他随父学习布袋戏 由后场学起之 吹 打 拉 眼 鞭 讲 且凭借着身后的汉文根底 也是偶戏主角主题曲的作词人 据代表性歌曲如《浦海女神龙》等作 黄俊雄于19岁时组成《武洲园》第三团 后改为《真武洲掌中剧团》 其中作品《云洲大如侠》 是台湾电视布袋戏的代表作 黄义自创布袋戏拍摄技术 至今已成为专业节目制作系统 1970年3月2日 黄俊雄将黄海戴的《钟永笑意传》 改编为自己的首部作品《云洲大如侠》 首创电视布袋戏戏剧 他将布偶尺寸加大 强调眼部的神器 以流行音乐取代传统的锣鼓 在电视播出后 轰动全台湾 造成万人空巷 连续引出583集 创下当年台湾电视节目最高收视率97% 1974年6月25日 遭到政府干涉 以《妨碍农工作息》为游停播 但这并不影响黄俊雄 他是个有才华的人 曾获全国戏剧比赛冠军 中华民国教育部社教奖 清传奖 全球华人青霜十大杰出人才 亦曾连任两届台湾省戏剧工会理事长 希望黄俊雄老先生早日走出白发人 耸黑发人的悲痛 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